大家好 下個重點我們介紹的是化學平衡的部分 化學平衡 那這邊的化學平衡其實原本應該是很簡單的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是說 原本平衡的東西經過了破壞之後 產生的性能平衡是什麼產生的 然後狀況是怎麼樣形成的 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我們先介紹的東西就是 水跟水溫器的平衡這邊 那這個地方當然應該很簡單 你可以先看一個解釋 因為我們先解釋要怎麼樣平衡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有兩瓶礦泉水 一個有打開蓋子 一個是密封的 那麼密封那個空泉水裡面 它是每逢一段時間 它就會有水會蒸發 然後蒸發完以後就有什麼東西 又會有什麼 凝結 所以形成一個什麼東西 像這樣一個杯子裡面 一直不停的水 然後水會先蒸發 對不對 蒸發完以後在幹嘛 又凝結 然後不停的這樣一直循環 那現在的問題是 那這樣算不算平衡 這樣算平衡喔 但這什麼平衡呢 就叫動態平衡 動態平衡 動態平衡 動態平衡的意思是說 我的確是維持原來的狀況 可是並不代表這個反應已經結束了 是它一直不停不停在循環 就叫動態平衡 這樣子懂了齁 好 那我們看這個例子這邊 比如說 相同時間內容可以知道說 水蒸發成水蒸氣的那個狀況 跟水蒸氣 黏黏成水的數目 如果一樣 看起來好像不會再蒸發的話 這種狀態呢 就稱為平衡 那旁邊想去喔 這所謂動態平衡 動態平衡 然後呢 我們就說 其中的水變成水蒸氣 這會是什麼東西 正反應 水蒸氣變成水 這什麼 立反應 立反應 那 達到平衡的時候呢 這個 蒸發跟凝結 還是有持續進行 只是這樣子 來回的反應速度是怎樣 是相等的 就是 水 變成水蒸氣 的速度 跟水蒸氣變成水的速度呢 是一樣的 所以感覺起來好像是沒有變化 可是實際上是 還是有在變化的喔 只是去跟回來的速度是一樣的 這樣子 會啦齁 那一直在推也是一樣 譬如說我們把一個硝酸甲的飽和溶液 在固定時間裡面 我們發現它溶解的速度跟沉澱的速度是一樣的 所以也屬於一個平衡狀態 我舉個例子給你看喔 這樣講可能你還是覺得有點不太懂 我舉個例子喔 譬如說這裡有一杯水 有一杯水 其實你可以今天可以回座實驗的 但是你被打不要怪我 譬如說你把它放一些糖下去 你放糖放下去 好 然後放糖下去 然後攪拌以後就發現完全溶解了 請問你飽和了沒 不知道 不知道 你應該是還沒飽和吧 好 如果能去加糖下去再加 嗯 再攪拌 又完全溶解了 嗯 是不是那種意思 又是還是未飽和對不對 好 再加 好 你放下說 你加到第四遍之後 放下說 欸這邊 看出現在有糖 沉澱了 對 那請問你飽和了沒 飽和了 飽和了 那飽和的意思是什麼 你是意思知道 並不是代表說它已經不再溶解了 請問你 飽和的那個溶液裡面還會繼續溶解 會 它會繼續溶解 就是糖會溶解到水裡面去 可是咧 水裡面的糖呢 也會沉澱到那個 地面上面來 這個杯子的底部 聽懂嗎 那所謂的胃飽和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胃飽和 感覺要是說 我舉個例子 感覺有100個糖分子 跑到水裡面去 溶解到水裡面去 然後水裡面的那個糖呢 只有10個跑出來 所以一加一減 其實感覺好像是90個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我說 原本的你放了100個糖分子下去對不對 就這100個糖分子 完全溶解 然後水裡面的糖呢 有10個跑出來 所以一加一減 感覺像什麼 90個溶解掉的對不對 聽懂嗎 那所謂的那個 飽和的是說 我有100個進去 也有100個出來 所以感覺好像是沒有 沒有那個在溶解 可是上還是有 這樣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那你怎麼知道 你知道嗎 你其實回座時間知道 就是你會發現什麼情形 你知道嗎 就是如果你放在這邊有沒有 它那個沉澱的時候 長這個樣子 就是有點像小山坡一樣的話 你把它放著 然後你放著 那這當然最後有水啦 你放著 你隔天再去看 你發現那個什麼 底部的那個糖 不會是這樣子的 它會變成平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它尖端的糖會怎樣 你知道嗎 會溶解 然後它在底部這邊裡面 會呈澱 這樣聽懂 所以感覺好像 這樣動態的一樣 就是A上面的呢 就跑到水裡面去 然後水裡面的 就沉澱到這裡 移過來 那最後一樣像這個 一個水平的一個糖 這樣子 當然齁 好 那這時候所謂的平衡 這樣可以了齁 OK 好這個你把它寫上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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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